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危险的范局鸿门宴 杀鸡四伏险中求生秦末 刘邦与项羽各自攻打秦朝的部队 刘邦兵力虽不及项羽 但刘邦先破咸阳 项羽不然大怒 派英部饥寒古官 项羽入咸阳后到达西西 而刘邦则在坝上驻军 刘邦的所司马曹吾上派人在项羽面前说 刘邦打算在关中称王 项羽听后更加愤怒 下令次日一早让军事饱餐一顿 击败刘邦的军队 一场恶战在即 刘邦从项羽的叔父项羽口中的知词事后 惊讶无比 两手恭恭敬敬 可给项羽捧上一杯酒 助项羽身体健康长寿 并因为庆佳 刘邦的感情拉拢 说服了项羽 项羽答应为之在项羽面前说情 并让刘邦次日前来谢项羽 鸿门宴上 虽不法 美酒佳肴 但却暗藏杀鸡 项羽的亚父范增 一直主张杀掉刘邦 在酒宴上 一旦是意项羽发烈 但项羽却犹豫不决 莫然不应 范增照项庄武剑为酒宴助兴 想趁机杀掉刘邦 项羽为刘邦 也拨剑起舞 掩护了刘邦 在危急关头 刘邦布下樊快带剑拥盾闯闯入军门 怒目直视项羽 项羽见此人气度不凡 只好问来者 为客人 当得知为刘邦的参诚时 即命赐酒 樊快立而引之 项羽命赐猪腿后 又问能再饮酒吗 樊快说 臣死且不必 一杯酒还有什么值得推辞的 樊快还乘机说了一通刘邦的好话 项羽无言以对 刘邦乘机一走了之 刘邦布下张良入门为刘邦推托 说刘邦不胜饮酒 无法前来道别 借向大王献上白币一双 并向大将军范增献上玉斗一双 请您收下 不知深浅的项羽收下了白币 气得范增波剑将玉斗撞碎 最霸气的范局竹酒论英雄 随机应变化显为一日 关于张飞不在 刘邦正在后园交菜 徐图张苗带了数十个人到菜园里对刘邦说 丞相有命 请使君变形 刘邦经文 永甚进士 徐图说 不知 只叫我来相请 刘邦只得随二人入府建草 陶操说 刚才看见树枝上梅子青青 忽然想起去年正好张又时 倒上缺水 将士们都口渴 我心生一计 用编须指说 前面有梅林 君士听了这句话 嘴里都生出唾沫 才不可 现在看见这梅子 觉得不可不赏 又当久正主书 所以邀请使君来小亭一会 留给心神方定 随着小亭 已经摆设好杯盘 盘里放着至青梅 一尊煮酒 二人对坐 开怀唱饮 酒至半憨 忽然乌云滚滚 去雨将至 随从摇指天外的龙挂 曹操则刘备品蓝观之 曹操说 使君知道龙的变化吗 刘备说 愿能起降 曹操说 龙能大能小 能生能瘾 大则星云土雾 小则瘾 戒藏行 生则飞腾于宇宙之间 瘾则潜伏于波涛之内 方金春深 龙成时变化 游人得志而纵横四海 龙之魏武 可鄙视之英雄 已经常在外游历 一定知道当事的英雄 请说说看 刘备说 我见识浅薄 怎么认得出谁是英雄呢 曹操说 不要太谦虚了 刘备说 被得到陛下的恩宠和庇护 得以在朝为官 天下的英雄 实在是没有见到过啊 曹操说 既然没有见到过 那也听过他的名声吧 刘备于是一一到来 先后谈到袁树 袁绍 刘表 孙策 刘章等人 曹操听后说 这些碌碌无为的人都不是英雄 刘备说 除此之外 我实在是不知道了呀 曹操说 能叫做英雄的人 应该是胸怀大志 富有良谋 有包藏宇宙之机 吞吐天地之志的人 刘备问 那谁能被称为英雄 曹操用手指指刘备 然后又指向自己 说 现今天下的英雄 只有使君和我两人而已 刘备听到这句话 吃了一斤 手里拿的筷子和勺子 都不禁掉在地上 这时正好大雨倾盆而下 雷声大作 刘备才从容地低头 拿起筷子和勺子说 因为打雷被吓到了 才会这样 曹操笑着说 大丈夫 你怕打雷吗 刘备说 圣人听到刮风打雷 也会变脸色 何况是我 怎么能不怕呢 将听到刚才的话 才掉了筷子和勺子的缘故 轻轻地掩饰了过去 曹操才不怀疑刘备 后人有诗称赞刘备 说 免从虎学赞居神 说破英雄经杀人 巧解文雷来掩饰 随即应变信如神 最坑人的范局群应会 公愁交错 须与为周瑜 在战中正与众将一事 闻蒋干来访 当即命众将一计刑事 蒋干办得像个世外高人 隐一轻一小童 昂然而来 一见面 蒋干问道 恭谨别来无恙 这一句既是问候 又道出蒋干与周瑜 仍有一番就义 周瑜直截了当的 问 子役辛苦 难道是为曹操作说策吗 蒋干立刻装作很恶然的样子 说 你我分别那么久 我特来和你来叙旧 怎么能说是当说客呢 周瑜笑着说 虽然比不上诗况那么聪慧 但文贤哥儿子哑义啊 蒋干装作很恼怒的样子 说 阁下带故人若此 我当告退 蒋干心说 老同学了你还跟我来这一套 于是他装作很有性格的样子 转身就要走 被周瑜拦住 之后周瑜大摆言席 并禁止在席间谈论曹操与东吴军旅之事 周瑜约 吴自领军已来 低久不饮 今日将了故人 又无一计 当饮一罪 说吧 大笑畅饮 坐上功筹交错 接着周瑜领奖干 参观了东吴军营的精炳墙奖 周瑜装罪大笑道 想周瑜与子一同学也识 不曾忘有今日 蒋干说 以老兄高采 实补为过 周瑜拉着蒋干的手说 大丈夫处事 欲知己之主 外托君臣之意 内解 骨肉之恩 言必行 戚必从 或服供之 假使苏行 张仪 杜甲 力声复出 口似玄和 舌如利刃 安能动我心呆 言霸大笑 蒋干 面如土色 饮至天丸 点上灯鼠 周瑜武剑作歌 丈夫处事 惜利功名 利功名 惜为平生 为平生 惜无将罪 无将罪 惜发狂饮 些怕 满座欢笑 蒋干被老同学 刺激得够呛 倒也丝毫不敢提 机油睡 周瑜投降曹操的事 这时他忽然担心 则被自己当时怎么在曹城项面 钱把话说得那么慢 现在回去 怎么也得有个交代呀 款不了那么多了 总得有点收获回去 于是他见走偏锋 就有了晚上偷听 倒数等削小行为 后来曹操果然中计 斩了水军首领蔡茂 张军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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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